Hello大家好,我是摩根体验服,就在今天凌晨做出了一次更新 西施停止测试,应该是要优化模型 取而代之的是马超重新开测,会在下个赛季上线 一共有三位英雄做出了调整 安琪拉二技能火球速度提升了200点 飞行速度更快,更容易命中,很棒的加强 真机反而被削弱了,二技能弹射半径被削弱了一些 百里悬测大招伤害增强,比正式服稍微高了一些 不过本次英雄调整不算什么 而是接下来的实际装备做出了调整 射手法师意义难受 低价破晓,价格从3400降低为3300 合成部件有轻微改动,暴击率从15%降低为10% 闪电匕首,暴击率从20%降低为15% 攻速从30%提高到35% 攻速是稍微快了一点 不过暴击率这个确实很上啊 暗影战俘也被削弱 护甲穿透整体降低了2到30点 美机的破价比例都轻微降低了一些 法制装备里边冰霜法杖法墙提高了10点 痛苦面具法术攻击降低了20点 回响的被动伤害前期大幅度加强 这次玩中路的舒服了啊 击杀成功率大大提升了一下 不过中后期回响带来的收益降低了一些 然后是特性攻击装的调整 破魔刀法术防御再次提高 从100点提高到了150点 被动不变,属于大幅度加强 不过这件装备依然不怎么使用 明刀被动冷却大幅度削弱 从90秒提高到了120秒 降低了射手和众都需要出明刀英雄的存活能力 不过明刀触发后的移速 从20%提高到了30% 最后是强化普攻类的装备得到调整 宗师的额外物理加成降低了一些 没有太大妨碍 冰痕之后这件装备能发挥出大作用了 护架值从200点提高到了240点 编露存活能力大大提高 这次调整降低了破晓和电刀的暴击率 后期输出降低 包括面具和回响的后期伤害都被降低了 两个C位的重要装备都被削弱 编露战士坦克的生存能力提高 编露的体验会好一些 好的那么本期的体验幅调整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